今天下午有一個新的檢疫中心 在八鄉開始投入服務 之前有的暫時香港大概有1,600多 差不多到1,700個單位 這是整體來講的容量 一方面會繼續看看如何增加容量 第二方面我們也回顧會不會有一些檢疫人士 可以早點離開檢疫中心 如果當檢疫中心的容量 是接近飽和的情況 其實在二月中有兩個科學委員會 分別是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 和感染控制的科學委員會 當時也開了會 就著這個課題作出了討論 專家的建議就是認為 如果去到真的有需要的話 就在檢疫中心的檢疫人士 他們可以10天留在檢疫中心 餘下的4天就回家 但是他們需要一定是沒有近征 我們現在的做法都是 如果他是臨離開檢疫中心 都會做一個胸口唆液的檢查 確定他們是沒有受到感染 而且也會經過醫生的評估 才有機會 等他們住了10天之後 就可以回家 完成那4天的檢疫安排 這個我們也是會密切 監測著檢疫中心的使用情況 然後看看有什麼需要 我們就可以啟動這個安排 多謝 多謝 感谢观看